主席,各位同仁,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財經雜誌富比市目前公布了2012年全世界最適合經商國家的排名 在全球第140一個國家裡面 我們台灣從去年的第26名大福遙升到第16名 韓國是29名,日本是第30名 最適合經商國家排行榜 評比的項目包括了智慧財產權、創新、稅質、科技、貪腐、自由度以及政府效能等等的指標 其中我們台灣以投資人的保護、租稅負擔項目進步最多 富比市指出台灣是活躍的資本主義經濟體 政府主導的投資與貿易活動逐步的減少 大型國有化與企業也漸漸的民營化 近幾個月以來呢 許多國際機構的評比 在代都顯示出了我們台灣的競爭力、投資、經商環境的排名有進步 本席對於政府長期以來的努力 讓台灣在國際上備受肯定可以鼓勵 但是可惜的是我們台灣經濟、投資環境雖然在不斷的進步與開放 但是我們台灣人才的外流現象卻一直存在 根據金周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 在200多個調查國家及地區當中 台灣高技能人才外移人口的比例是世界第一 佔了61%點多 所以我們應該探究台灣人才外移的原因 未來市場的潛力、工作歷練的機會、薪資上的考量等等 政府都應該有一些相關的措施來做補救 另外有一些專門製造問題的人 要求召開體制外的一個會議來解決問題 他們的目的一直都是要癱瘓我們政府的運作 累積自己的政治資源 他們真的會幫政府來解決他們所創造出來的問題嗎 是不是一有事情就要召開一個會議 我們一年到底要召開幾個體制外的會議 就算開了會,所有決議還是要回到體制內的立法院、行政院等等 一切又從頭開始 所以本席在這邊呼籲 讓立法院的議事能夠順暢的進行 不要杯葛 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它才是最好的會議 謝謝 謝謝